从北美到南美降与国际的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 圆满完成今年度100多场的世界巡回演出 12号返回纽约 当地的神韵粉丝到甘乃迪国际机场 热烈欢迎艺术家们归来 神韵纽约艺术团5月12号返回纽约 迎接他们的是神韵粉丝的鲜花和掌声 神韵纽约艺术团从休斯顿接连满场 拉开巡回演出的围幕 在纽约的林肯中心 首府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 和洛杉矶诺基亚剧院等世界顶级剧场上演 最后到南美洲的阿根廷首府 布宜诺斯艾丽丝演出6场 圆满结束了2014年度的巡回演出 巡回的路程排得非常紧 但是大家都不感觉得累 因为我们的观众都非常热情 特别是今年我们在加州和佛罗里达 巡回了很多很多场 然后就感觉那里的观众 真的是有一种神韵热吧 然后很多城市都要求我们加场 神韵纽约艺术团从去年12月23日 到今年5月11日 140天里巡回上演了110多场演出 每一场演出之前 你能看到舞蹈演员们 就是做翻腾啊 然后练习啊 他们就是不管怎么累吧 他们都会就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来为每一场演出做最充分的准备 除了舞台上的精彩瞬间 神韵艺术家们都奔波在下一个演出城市的旅途中 有不同的感情吧 又有高兴 然后就觉得这次巡回呢 其实非常的顺 然后好像很快 好像一晃就过去了 结束了2014年度的神韵演出 神韵艺术家们也开始筹备 新一年度的全新节目 新唐记者李莲 胡志华 准备财产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